2023年12月28号,金雄高速公路北京段五环至六环段顺利贯通 至此,金雄高速公路全线正式实现通车运营 由北京新南五环驾车至雄安新区实现一小时内通达 据介绍,金雄高速公路主线全长约97公里 其中北京段长约27公里,河北段长约70公里 作为金经济协同发展战略的重大交通项目 金雄高速公路是首都北京连接雄安新区最为便捷的直通高速公路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金雄高速北京界的五环至六环段 这一段的通车就标志着金雄高速全线贯通 金雄高速全线通车后,从北京的五环到雄安新区 仅需要一小时时间,实现了我们一小时交通圈的目标 金雄高速北京段是有一座特大桥梁,金雄大桥 四座高架桥,五座互通立交 以及北京市首座陆地高架桥主线收费站防山北站 作为金雄高速全线重南点和控制性工程 金雄大桥已于2023年6月17号实现合龙 刷新北京桥梁单跨跨度记录 这个全桥是1.62公里 它是按照双向八车道经设计 桥面宽度是48米 那么这个金雄大桥在咱们北京是属于单跨 跨度最大的桥梁 这个单跨的跨度达到300米 这个采取的是空间异形扭曲飞燕式提南果桥 总重量是2.2万吨 它的重量是FR铁塔的三倍 金雄高速北京段整体呈南北走向 跨越大清、房山、丰台等区域 该路段的开通不仅方便金雄两地居民 也为房山区及丰台河西地区居民进京带来利好 以前都是走京南澳或者是走京开那边 以前是单边的话要一个半小时以上 现在一个小时就可以进北京 我家是住在房山区凉乡 然后我平常上班去试走京凉路 如果我金雄开通以后 我从金雄走的话 会比我到单位提前15分钟左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